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一个Soulsplay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看到Soulsplay 这个字眼的时候 你没有Souls 没有Souls的话就代表什么 没有Souls的话就代表 Row等于零 然后J等于零 OK 那基本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平常在一个 simple median里面的话 那我们期待的 现在 后面我们接续要讨论的问题 有两个部分 第二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在一个 飞导体里面 飞导体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是在飞导体里面的话 这一个 time harmonica 这一个 max wave equation 我们去 所谓time harmonica的话就是 时间 是减学震荡 所以就是 sin cos 在这边震荡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用 sin cos 做reference 的部分 那你现在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刻一的部分 刻一本来是什么 who的 long b long t 对不对 现在改成 非手的情势 就变成是什么 who j omega 那个 b的部分 就变成是muh ok 所以你现在 你看到这个关系 你看到这个关系 就是看到它 只是以后你 你常常要看到它 而不是看到它 ok 因为我们以后的部分 全部用非手来表示 那一旦你用非手来表示的时候 这边的r 在这里面 是有r跟t 你把它写到这里的时候 实际上只剩下什么 r的部分 时间的部分 已经被你抽离掉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它写成非手的形式 那h的部分的话 本来是 j加long dlong t j是等于0 所以 d相是等于0 long dlong t的部分 就是变成long jomega d的部分 因为你是simple median 就issue 你1 ok 我们 希望表示的方式 就是 1跟h 好 好 再来 diversion 1 是等于0 diversion h 是等于0 那你看到这一个的 这个max equation piharmonic max equation in source 3 的 这个simple median 里面的时候 你看到这四个 很容易的 我们看到 我把第一个方程式 再做k一次 那这边就变成 负jomega mu k的h ok 那k h 是等于多少 就是等于他 所以就变成 负j omega mu 然后乘上 j omega 1 那我们看到 左边的部分 你用 这个向量的 这个展开的部分的话 那 减掉 然后plus 1 好 那这一项是等于0 ok 那左边这边变成是 j乘 j 是等于负1 然后正1 然后mu issomega 平方 1r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mu issome omega平方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mu issome 就是你电磁波 在这个median里面的 运动速度 然后乘上 omega平方 这个就是k平方 所以 v是等于 omega除以k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这整个关系是 使得很干净利落了 就变成 我们的wave equation 就变成 你要解的是这个方程式 同样的h 我是把这一个 两边去k 那我也可以得到 我就变成 h的部分 加k平方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wave equation 变成很单纯的 这两个方程式 那这两个方程式 要去解它 应该都不是很困难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方程式要去解它 困不困 会不会困难了 不困难了吧 会不会解 蛤 会不会解 这个 这个方程式 会解的请举手 会不会解 不会解的请举手 会解的请举手 会解的请举手 一、二 还有一半的 好 不会解的请举手 你不会你还不敢大声的讲 我不会 蛤 有没有不会解的同学 蛤 有没有不会解的同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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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蛤 这个会不会解 会解了吧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变成这个解出来的部分 实际上你的R的部分就是EJK.R 这种形式 那H的部分 因为你三度空间一样的 所以H的部分 E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是有一个系数 我们因为你把它 做了一个Facial的转换以后 你现在你发现说 在这里面的 这个电磁波的形式 你已经可以把它写成 1R OK 就10 EJK.R -Omega T 过着加Omega T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所以这是时间把它放进来的部分 或者你把它写成 10 cos的K A.R 然后减Omega T加 过着是加Omega T 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平面波的一个形式 好 好 那你已经会解了 那就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们接着要看的一件事情 我说假设 我说假设啊 你有一组解 它是它的解了 这组解 你已经解出来了 是它的解 那我说 很自然的 我可以找到 另外一组解 它也是它的解 但是它跟它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 它跟它的关系是 E'R 它要等于ETH的H H'要等于负的ETH的U 那在这边的ETH呢 是等于 根号一雄分子μ OK 那这个ETH是有意义的 我们后面会看到 就是说 它代表的是一个阻尼的观念 它是一个 这个intriscal的impedence 是你在这个media里面的 一个阻尼的部分 它的值是这样子 那我们接着 我们就来证明一下 就是说 它是不是它的解 OK 这是我们接着要证明的 那你要证明说 它也是它的解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把它带进去 它是符合它的解的部分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克尔的H'是要等于 负Jωμ的 克尔的E'是要等于 负Jωμ的H' 你证明 你就可以得到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说 H'我已经知道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然后 E'的部分呢 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把它放到外面来 那克H 你已经告诉我了 它是等于 负Jωμ的H' 所以你马上知道 这是Jωμ的H' 然后E'的部分 那H'的部分 其实你是可以简化的 它是等于 Jω H'我们把H'去掉 Mu'一小 等一下 我必须要把这个的H 留下来 H'的部分 是等于负的这个值 我把它留下来 所以是等于负的E' H'的部分 留下来 那我们就看到 这是一小的H'平方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这项 是等于Mu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关系是 你已经得到了 这边有负值 所以前面要有一个负值 OK OK 那这一项就是H' H'的部分 第一个关系 你已经符合了 那第二个关系 你一样的带进去 就是 K'H' H'是等于H'的部分 那H'是等于什么 等于负的1ta分之1 那就变成负的1ta分之1的克1 那克1 那克1 已经告诉你 是等于他 那你把它带进来 是等于 1ta分之1克1是等于 负z Omega MuH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这几项 的部分 我们知道 的这个地方 现在是要变成 1taH 所以你把它 1taH 乙向过来 那就变成 J Omega 1ta平方 Mu 负z 那 这个一除 就变负 J Omega H' 负负得正 那它的值就是 我们所谓的 E' 所以你已经知道 第二个方程式 你也符合了 那第三个方程式 可 Divergent的 1taH 那它本来就等于 0 Divergent的H' 那一样的 H'是 负负的 1taH' 它也等于 所以 你就证明了 它 也是 它的值 如果 EH 是它的值 双重 双重 定理 OK 好 所以 你只要解出 一组解以后 你可以解到另外一组解 只是电场跟磁场 是在复犯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解出另外一组解 那 这有没有问题 好 G' 这个是在 不是导体的 sauce free 里面 OK 那 嗯 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以后 就会再讲 是在导体里面的情况 然后 整个的问题 我们会把 这个概念 intritional impedance 这个概念呢 慢慢的引进来 the issue 跟mule的部分 会有complex path 跑进来 就是 虚部的部分 会 跑进来 那虚部跑进来 的意思就是 你的电磁波 好 你除了 我们说 它是simple harmonic 那是time harmonic 在震荡以后 它慢慢的 它会衰减 会随着时间 衰减掉 有虚部的时候 有虚部的时候